就像刚才我们郑主席也提到了 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家中旅游年 所以说泥山书屋落库我们温哥华 更加能够凸显我们家中两国政府之间 希望通过一个文化和人文的交流 来推动两地之间的旅游相关产业的一个更好的合作 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掌声请出我们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的文化领事蔡杰领事 为我们致辞有请参临事 远道而来的山东出版集团的朋友们 各位尊敬的来宾早上好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代表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出席今天的 泥山书落库加拿大的街牌仪式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事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加拿大华裔人口 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二十 那么在列治文这个比例呢就是更高 可能就已经将近一半了吧 那么有这么多的华人 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书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那么尤其是对这个第二代第三代来说 能讲中国话写中国字 懂中国文化就是每一个父母的这种希望吧 那么作为我自己也是 我周末带孩子去图书馆 其实在这边的话这个可以选择的适合看的这个中文书还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就是泥山书屋在加拿大的这个落地 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态 能够为在加拿大的华人提供更多的可以选择的这个中国书籍 能够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热爱中国文化 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就是 首先是预祝这个接牌成功 然后在今后的这个日子里呢 也希望这个泥山书屋能够真正的运营起来 能够走进大众 真正的成为中间文化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平台 谢谢